老公 你看这个包年的颜色好看 来了吧 我觉得粉的好看 那你买我干嘛 哎呀 人家这不快过生日了嘛 买啊 真的吗 你看什么呢 那么认真 我上次不是说想给我妈买个按摩椅吗 多少钱啊 我看看 2万块 我说你对你妈怎么这么大方的 提示给我买个包包拖这么久 你说这话 我给你买个多少包啊 那给长辈买个按摩椅 那买的是一份笑心 买的是一份健康 对不对 说这话 哎 那买个便宜一点的啊 你看 这两三千都也能用啊 可以啊 你看那新包多少钱啊 哎 不贵 三万多 行 那咱们明天去买三千多的 好吧 什么意思啊 那我问你啊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一千多 那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 你干嘛跟我比啊 我赚的肯定没有你多啊 那你凭什么交付我做事情啊 现在女孩子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啊 都自己开车不就行了啊 难不成还要我出去赚钱养家啊 那你赚的钱就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 我赚的钱就要买房买车贴富驾勇 凭什么啊 哎 你是不是男人啊 现在谈恋爱这样不都很正常吗 我要是能自己赚钱买房 我要你干嘛 啊 那要这么说的话 我现在要是个群小子 我满足不了你羡慕钱的生活状态 我还没资格跟你在一起了呗 哎 我说你平常工作 还蛮有脑子的一个人 我平常怎么这么低啊 哎 那如果我长得丑 没有这么年轻漂亮 你又跟我在一起吗 你还能年轻漂亮几年啊 我 我呢 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 难不成你想用你几年的青春 找一个长期的饭票 还是想用你短短的美貌 换我一辈子的财富啊 公平吗 你是不是也不跟我结婚啊 你是想用婚姻去跨越阶层啊 哎 你又没陪我吃苦 凭什么陪我享受 是凭爱情本就是前人在书后人乘凉 还是凭你在合适的时间 已经遇到了成功的我呢 你 你们家结婚要八十万才 房子要三百平的 车子要一百万往上的才算个代步车 在你们眼里这算是条件 可在别人那儿这就是生意 可都没有关系啊 我说了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我都能给予 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 我想请问你是能做我婚后的贤内助 还是能做我世界上的一把手 都不能吧 哎 我已经尽我所能地满足了 你所有不合理的要求 而你还要干涉我在财务方面分配的自由 我想请问 是你没脑子呢 还是我没情商啊 嗯 我最后你水过的 可如我初心慢慢热受 恐怕心 你